火箭的统治力确实有些可怕 这种统治力以往在勇士队这边 现在不明不白的到了德帅这里 确实有些令人意外 而西部的另一巨头马次队 现在已经轮到了能否禁忌后赛的境地 虽然现在的战绩是西部第六左右的样子 但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出 马次接下来要遇到的对手 应该说比季后赛第二轮还难打 基本是实力很强的对手 会遇到火箭和勇士 这样的话马次出现的几率在进一步缩小 虽然在对阵灰熊这只要摆烂的球队赢了两分 但马次现在很明显缺少核心 球队实力甚至不如绝世 就算罗纳德回来 能不能很快的融入球队还是个问题 除了火箭的统治力 勇士也不赖 各种数据和战绩爆棚 在对阵篮网的这场比赛之前 勇士已经五连胜了 我们可以看到发力起来的勇士有多可怕 勇士这只球队和其他球队的心态不一样 常规赛很多时候 这只球队的心态就是练兵 频繁的使用发展联盟球员 来回让常规轮转球员下放发展联盟 主力各种理由轮休 甚至让球员直接执掌战术版 多次下来 总有失手的时候 勇士也会因为这种尝试吃大败仗 虽然战绩上不如发力的好 可以参照勇士的常规赛73胜 但长性来看还是这样好 首先决策球员得到了系统的历练 然后主力球员在常规赛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休养期 这样的修行得以让库里 杜兰特等球员把最好的状态留到总决赛 但现在的问题是勇士能不能进总决 这个问题我想一定也会困扰着科尔 火箭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火箭这种统治力得益于两点 首先是德帅近些年为这支球队的经营 为火箭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基础并非是一支强队的基础 而是埋下了夺冠的种子 现在正是开花结果的时候 火箭队的实力达到了空闲 甚至比姚宁 卖地状态最好的那次火箭队还要强 第二就是火箭队本赛季经历了大量的影员 这种影员也不是引来多大牌的球星 当然 除了保罗之外 其他的球员要么不是球星 要么像乔约翰逊一样年纪大了 已过正当年 可德安东尼就是要这种效果 他们不需要多大牌的球星 反而战术执行力有问题 他们需要的是体系球员 功能性球员 每位球员在场上要么是执行防守任务 比如塔克和达莫特 当然他们也能当病点头手用 要么像杰拉德格林一样 好比神经刀 各种人分分 火箭队的功能性球员能否敌得过勇士的全面性球员 火箭队既然拥有了这么多优势 他们并不担心勇士是卫免冠军的身份 这个不重要 16年骑士夺冠 17年骑士也是卫免冠军的身份 17年总决赛不一样 差点被勇士横散吗 德帅主要担心的是勇士队的这一数据 勇士在全明星赛后取得了五胜零负的战绩 多项数据排在联盟第一 总竞尚分排名第一 投篮命中率排名第一 三分命中率排名第一 场均助攻数排名第一 关键数据尤其是命中率第一 确实有些可怕 敬胜分也是第一 可见统治力有多强 可以清晰的看到 不是勇士没能力拿投赢位置 而是没有发力 发力的勇士有多可怕 到了季后再会怎么样 这个角度看 勇士还是所向披靡 之前那是一直在叙利亚 不论火勇之争如何 期待两队打出自己的东西出来 养边球迷也能有个完美的视觉盛宴 啊 有ains 好 好 Zo 我